你好 欢迎收看10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草稻原规的台风尾 连续四天都下好大雨 花莲县出现多处的盐水落石土石流等灾情 花莲县长徐正伟马不停蹄 参加完卓西乡公所上凉典礼后 北返至瑞穗深入卓西 玉里 富里 瑞穗等乡镇各地视察灾情 并责成相关单位协助乡镇公所即可改善 道路积水 水稻 倒幅 水管破裂等情形 都是这一次原规台风夹带的大雨所造成 县长徐正伟先是从瑞穗赫钢 再到卓西石平桥等严重淹水区域来砍灾 里长 这边还有议员一起再来看这里 好不好看怎么样把这个水 它下面是不是塞住了 它没有香含啦 也来到了松埔里有一户被雨水冲刷到 整个挡土墙都倒塌 差点波及到民宅 徐正伟也到场查看 与农业建设水保等相关客室主管讨论该如何阴影 这边上面因为水还是直接会下的来 所以那边那个临时的节水都挡水 这是要做 因为怕说之后临时来的一场台风豪雨的时候 水又会再下来会造成二次灾害 那波面的部分的话建议说 赶快做一些紧急反应 比如说反部先盖好 不要让它造成表面的充斥 先后深入浊西 玉里 副里 瑞穗等 乡镇视察产业道路 农路以及村里周边的路基损害状况 并责成相关局处协助各乡镇公所即刻改善 记者高双双 玉里 卓西 采访报道